绑下卓序是宋代的一种婚姻文化,即在发榜之日,各地附生们全家出动,争相挑选登帝是子座女婿,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变称其卓序。宋人笔记对绑下卓序多有记载。 由来,宋朝是众文清武的朝代,也是中国可取制度最完善的朝代,为了防止武将专权,大力打压武官,扶持文官,鼓励人们走仕途,正所谓,富家不用卖良田,书中自有千中素,安房不用嫁高粱,书中自有黄金屋,取妻莫恨无良眉,书中自有盐如玉,出门莫恨无非人,书中车马多如醋,男儿欲最平, 生智,六金琴向窗前读,只要读书,做官,良田,美妻,车马等等一切都会应有尽有。 这首诗所言并非夸张,在唐代取得公民后还要经过考试和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,但到了宋代考取公民很容易,只要是尽是五甲以上,就可直接受官,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室的人所比不了的。 因此,人们把赶考走试图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,一旦经党提名,那取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竹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。 但大奉官位毕竟有限,经不起天下人争抢,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,所以大家只得握心肠胆寒窗苦读,不及地不成家变成了一些人的誓词。 卓旭 宋代在由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市结束后,就要举行唱民一事,此时便是金榜之上的提名见尊小的时刻,而且其间会肆语逃户。 这叫做适合,表示已经脱离平民不入仕途,正所谓前日秀才,今日观人唱民结束后,便是齐吉,也就是新吉地举人的宴会活动。 不过,唱民和齐吉不在一处,这就为泽旭者提供了条件。 从唱民地点到齐吉所这段路程就成了泽旭的地点,豪家归底,为了给其女儿们挑选家室,竟将在此观望这些新吉地的世人。 行情好时,一日之间,中东床者十八九,其中最为幸运成功的便是范林孙和蔡便宋真宗时期。 范林孙高中榜首,当朝的宰相便立马下令,把女儿许配给他,而宋申宗时期,菜便中了近世,往安时便让其火速迎娶自己女儿。 当然了,榜下卓旭并非都完美,也曾闹出一些笑话,毕竟金榜提名者有限,肉少汤多,就会出现积不择食者,一些豪家归底,为了抢到女婿,将习俗所重视的阴阳, 男吉凶,家世背景等都抛之脑后,甚至是这位新吉地近世是否还是单身都来不及考虑。 曾有一个新吉地的年轻女人,体貌亦不凡,为一圈是职家看重,其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,该青年既不拒绝也不逃避,而是欣然而往,不多时已为着高官托福的人来到青年面前,问道,我只有一个女儿。 长得并不丑陋,愿意嫁与公子为妻,不知可否,此青年生生绝了一宫,推辞道,我出身寒为,如能高攀,固然是件性事,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,怎样样,为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,随即散去。 有时年龄也是可以不考虑的,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,考中了近世,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,他并未拒绝,而是做了一首绝剧读尽文朱一百弹,老来放得一青山,没人却问于年纪。 四十年前三十三,绑下卓续从侧面反映了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,即从魏晋南北朝,随至唐中其,由于门阀制度盛行,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。 第限制的道唐中后其门阀制度开始衰落,历经五代十国到宋代,门底观念已经淡薄。 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,较至前代的门底婚而言,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,不过对于后世的论才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烂伤。